我因为没有准备好 应该说什么 所以我感谢每一位 支持我的观众 每一位帮助我的同行老师 这个奖对我很重要 我会用它来鞭策我自己 做得更好 十年龙套无人之 一生强歌天下小 说的就是大气晚成的张颂文 从他放弃广州的导游生活到 他入北京奔赴演员之路已经有二十余年 在这期间一直在跑龙套饰演小角色 但是一直没能大红大紫 不过张颂文却一直看得很开 毕竟他是想要当实力派演员 而不是流量明星 所以尽管收入不算高 也只是够养活一家人而已 但他却始终没有想要放弃自己的演员梦想 这么多年来 他踏实实生活认认真真表演 多年的龙套生活更是磨砺了他的眼镜 过激勃发的他终于凭借狂暴中的 高启强一角而成为大家喜欢的演员 上半年白玉兰奖我们都以为张颂文老师会理所应当的收获一个奖杯 却没想到到头来为他人做嫁衣 不过年年不忘必有回想 这部昨晚张颂文就获得首届金雄猫奖最佳男配角了 而显然张颂文并不知道自己能够获奖 所以在台上发表感言的声音都有些颤抖 而他哽咽感谢评委老师感谢所有人 却唯独忘记感谢他二十年的坚持 也是让所有支持他的粉丝们泪目